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炎鲁的人生观价值观必然会影响到基地教职工和一万三千多学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灯能照千年暗 一词可画万身佛 这是试炎鲁法师的格言 也是他的人生写照 当年 电影《少林寺》对试炎鲁的影响很大 他想像绝远和尚那样做个大英雄 十四岁就被父亲送到少林寺学武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为了练就一身少林功夫 当年的试炎鲁可是吃了不少的苦 林清华初入少林寺时也和其他孩子一样调皮贪玩 师父为了考验其诚意便把他送到开封的古观音寺休息 在和高僧大德的日常接触中 年幼的林清华逐渐感受到了佛法的宏伟 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佛教徒生活 对此时内心已受到佛理震撼的他来说 却犹如鱼而入水 一种自由自在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他感到自己的身心清澈成名 顽顿大开 1987年 林清华正式在少林寺剃度出家 皈依佛门 师从方丈士永信大和尚 法名士盐鲁 成为少林寺第三十四代武僧 后来在方丈大师的言传身教下 士盐鲁很快成了禅武兼备的优秀武僧 1998年成立了少林寺武僧团培训基地 担任的少林寺武僧总教头和士永信一起 将传承少林寺文化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少林公布的核心是禅 各种全属套路功法 都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 所以说少林功夫讲究 禅武合一动静结合 是把禅的思想精神智慧 融入到了少林功夫当中 普通人看来禅为静 禅为动 这两者似乎并不相容 但实际上少林寺僧人把少林功夫当成一种羞耻的方式 出自禅门的少林权 正是把禅和权 有机地融合到一起 才使少林功夫成为了独具特色 博大精神的少林功夫 市人 施衍 世郎鲁说 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美好的 能够为别人多做一些事情 是最幸福的 刚出家时 看到一些恶人做了他们不该做的事情 我就会很痛苦 觉得他们是可恶的人 但现在我觉得他们是可怜的人 是更需要帮助的人 到少林寺最大的收获 是少林寺改变了我 让我自私的一面转化成了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多想想别人 忘记了小我 十年寒暑风霜亦 沉中木骨佛图心 现在的誓言鲁 已经从当初的上武少年 成长为一位产武兼备的优秀武僧 他武艺高强 有以少林五行犬 大红犬 鹰爪犬 少林春秋大刀 及铁布山等武功绝技建长 在习武修禅的同时 誓言鲁以继承和传播少林文化为己任 他协助方丈士永信大和尚 挖掘整理了中国松山少林寺武功秘籍 少林武功文集等丛书 还应邀赴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武术表演和教学 2003年4月 誓言鲁协助方丈士永信大师 成功举办少林功夫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年 2004年积极筹划并成立了美国 俄罗斯 法国 德国等几十个国家的培训基地海外分部 2006年担任大型石井演出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武术总指导 誓言鲁大师的德高望重 为少林武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2008年7月25日 北京奥运会圣火 开始在河南省首站郑州市进行传递 少林寺常住院武僧总教头 誓言鲁作为第十三棒火炬手 传递了祥云火炬 对于能够成为火炬手 传递奥运圣火 誓言鲁表示 中国武术精神中的积极友善健康 与奥运精神有相通之处 这是一位传承历史的少林弟子 这是一位与时俱进 放眼未来的总教头 十年鞠躬耕耘 笑看满源桃里 今天的誓言鲁正昂首阔步 带领着中国松山少林寺武僧团 培训基地自信前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